刘仲敬議員 阿姨早安。香港的狀況在特區政府暫緩修立之後,應該會進入一個比較長期對抗的狀況。 兩個問題想要跟您請教,第一個是說,可不可以從中共的黨內鬥爭的角度來分析,為什麼這次中國在情勢激化的狀況下還是要堅持修法? 其實現在法要只是暫緩,並沒有撤回。還有中國駐英大使看起來就在統黨中央,在這個反送中的世界裡面,為什麼北京要跟林鄭切割,但是又把解放軍要開入香港?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林鄭再怎麼說他也是一個英國人,搞得他大不了兩手一攤跑去英國養老去了,但是他能夠把中聯辦的王志明拉下水,這就砸鍋了,因為這會讓習近平對香港的王宣室去控制。 韓正常委跑去切割,他是改革開放派的人,他就是準備等林鄭跟王志全部都完蛋之後,運作自己的人進去,希望把香港的特殊地位再盡量拉長一點。 因為這是改革開放幹部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習近平也不是省油燈,我猜解放軍是他說要進去的,他在警告白區黨跟兩面人說不要輕舉妄動哦,其實我搞砸了,下一回合的主動選還是我在之間。 韓正常委員長,所以我想今天看您對現在香港的情勢的判斷。 韓正常委員長,習近平的策略是非常簡單的,只要確保自己不吃虧就行了。事情由你去辦,如果辦成了以後好處歸我,如果辦不成的話,我的班底是不受損失的,他只要穩住自己也辦就行了。 他這個策略是萬無一失的,因為怎麼損失也損不到他的頭上來,任何損失都只會導致他自己在黨內的盤子內所占的比例進一步增大。 但是他也不需要去管白區黨的事情,他只需要穩住自己的基本政策,搞成了以後自然會有我的分諷,搞輸了以後全都會陪在你頭上。 這是李鴻章集團自古以來所處的狼狽進一。他在搞得最好的時候,好像是朝廷全是他的,但是他必須給別人分紅,活全是他在幹,紅要分給別人,但是如果搞砸了以後他就全輸,而別人的本錢是不動的,別人頂多只出利息。 這就是基本格局的問題。所以習近平現在佔的就是滿蒙清貴當年所佔的那個基本格局。 當然,習有一點是跟滿蒙清貴不一樣的。滿蒙清貴可以退回到蒙古和滿洲去,假如他可以出關的話,然後把長城以南的殖民地全部放棄掉。 這是他們的基本盤和底色。這個基本盤在日俄戰爭以後就無法保持了,所以日俄戰爭才是大清帝國完蛋的基本原因。在這之前,他們隨時可以像蒙古人一樣轉回來走人的,因此他就不像李鴻章他們那樣狼狽。 而共產黨有一點就是根本不同的。他們心目中的理論扮演了滿蒙貴族的滿洲和蒙古這樣一個角色,但是這個理論卻是空的。 香港的那個節奏本來是早就設計好的,跟社會主義改造的節奏也是一樣的,先統戰然後再改造。但是改造到最後,社會主義理論出了問題,好像大家都要餓死了,這一點是社會主義理論沒有解釋的。 而滿洲和蒙古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可以助人的,這是滿蒙清貴能够站不住腳的原因,而馬斯主義則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在以前和以後,他們都沒有一塊自己能够,比如說像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的那些沙漠隱修社團那樣,自己能够站不住腳的根據地,他們只是根據理論上的虛擬制定的一個時間表。 然後真正執行不了的時候,那個假定的退回去,可以退的地方其實是不存在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在餓死人之前,他繼續按照這種方式來執行。 以前的百區黨,五十年代的百區黨,馬英初他們扮演的就是這個角色,他們在理論上的不利地位。 因為他們只能說社會主義改造的時間是不是應該適當延長,他不能說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對的。 如果社會主義改造是對的,那麼延長下去最後的結構還終於是一樣的,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延長到哪一代。 頂多在延長到他死後,等他死了以後,我們還是要按照原來的方式來解決,那麼主張加速的那一派怎麼說都會在現實政治中站得上風的。 習近平的基本盤顯示就是這樣,他先去訪問俄羅斯克朝鮮,結果表明他的基本盤是在哪一邊。他並不在乎你們這些人,全都死光。 他的政策是不變硬萬件。如果你們搞成了,多搞幾個月還是幾年,盜索的資源肯定很流入,至少有一部分流入我手裡面,但是我並不為此承擔責任。 我說的都是一些大而空的話,可以隨時解釋的。我在不放棄權力的情況之下,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如果搞砸的話是你的錯,讓劉鶴下去或者讓其他什麼人下去,那就行了。 如果你立刻就搞砸了,那你自己就去立刻餓死好了。我手裡面的存在還相當多了,先餓死了你,在短期內好像不但我沒有損失,而且因為敵對派系的餓死,而我自己的派系所占的比例極大地增加了。 就像蔣介石在抗戰以後,中央軍勢力極具擴張了一樣,抗戰不發生的話,其他各派系的事情他也打不倒。所以短期利益是非常強大的誘惑,而長期的損失又不一定會發生。 長期的損失不一定會發生,而且長期的我也不一定會活著。而且即使真的發生了,我總有辦法把它轉嫁到比較外圍的人頭上來。 例如,即使國民黨全部輸光了,蔣經國不是當上國民黨主席了嗎?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民黨人全都夾迫人亡了,但是毫無疑問,蔣家是占了權益。蔣介石如果留在南京的話,蔣經國怎麼能夠爭得過生科或者是理中人呢? 習近平也處在這樣的狀態,越是接近他核心的團隊,越能通過黨國同心園結構外圍的倒霉而獲利。就像是袁克定當年很願意把袁世凱捧上火坑,因為他是唯一的受益者。 頓國章他們都會吃虧,而他們地下的血和功勞反而會已經吃虧,而袁克定一點的功勞都沒有,反而就因為捧他辦法當上皇帝,到時候什麽都是他了。 袁世凱集團的內部權力結構也是利益和收益不平衡的。同心園的權力結構演化起來都是這樣的。但是即使你明知如此,也沒有辦法。 你所能選擇的唯一辦法就是,馮國章當時所說的那些事情,我可以私通蔡惡,搞一場雲南提議,把袁世凱集團搞垮。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的話,那你整個都要輸的。 好吧,習近平就是在讀你做不到這一點。汪洋會不會搞廣東獨立呢?或者他會不會去縮使港獨分子搞獨立,然後讓港獨分子做蔡惡,他自己做馮國章呢? 如果做不出來的話,那麼汪洋是一定要輸的,一次類推。改革開放開幹部,都是一定要輸的。 習近平的根本弱點在於另一方面,就是在於更基層的未來的張憲宗那個層次,鑒於朝廷和江湖社會的拆官、雅裔之間的那個層次,就是最基層的、直接跟江湖社會打交道的黨政幹部的那個層次。 這些人看到的事件是,黨的政策不斷地變化,今天不過上干領,明天又窩床和絕戀了,你如果認真執行黨的政策而對自己沒有好處的話,黨的政策一轉的話,對你最起碼都沒有任何好處。 相反,你如果什麼政策都不執行,或者是利用這個政策掛羊頭賣狗肉、經營自己的只有私利、只有利益、沒有原則的無原則小團體的話,即使政策變化了,你被侵犯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 所以,製造既成事實的人永遠占便宜,堅持原則的人永遠吃虧。無論你堅持的原則是什麽原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毛派也占不到便宜。 能夠占得便宜的,自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來,從來都是投機分子,毫無原則的投機分子,根本不講理,只是有機會今天抓一點,你不能對他說,你明天會吃虧,對他的事沒有明天。 而且,他在短時間內看到的是正確的,他占得便宜,便宜被他消費掉了,明天照趙紫陽同時的名字叫做油水快累,水已經流掉了,明天就侵犯了他,他也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拿出來。 這是什麽心理呢?這是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心理。無產階級幹部特別容易這麽幹。在以前大興帝國在的時候,無產階級和士大夫階級是輕微分明的。 士大夫階級再從一個幻境當一個憲太爺,他是有未來的,理論上他可以當宰相。無產階級當雅裔,雅裔可能比憲太爺窮得要富裕得多,但是他永遠在本身上當雅裔,他絕沒有什麽深陷的希望,他臉前撈好是他唯一的好處。 君子和小人,這是一個階級概念。君子是士大夫爺,小人是無產階級爺。基層政權是君子和小人的聯合政權。 君子如果很馬基亞威力、很能幹,像明哲學那樣,他就可以自得住這些小人。如果他像幻境一樣呆呆,他會讓那些小人玩弄於鼓掌之上,自己像個傻瓜一樣,他的那些剩下的屁用也沒有。 真正能管用的是他在江湖經驗中間磨練出來的那套馬基亞威力手段。共產黨打倒了士大夫階級,於是整個政權無產階級化了,於是大家都是雅裔了。 雅裔的邏輯必然就是這樣,即使明天就被清洗,今天我占了便宜是實實在在的。就算你說對了,你今天沒有占便宜,明天我被清洗了,你也只割得了一個空洞的滿足。 看見我倒霉,你說哈哈哈哈,你終於倒霉了,但是你還是沒有占了便宜。何況明天我不一定倒霉了。 所以,邏輯變成這個樣子了。這樣一來就導致政權的激情完全瓦解,官地和人民基本流氓化。這一點相當重要就是說,第一,它不會形成任何袁世凱級別的派系集團,只有這樣的派系集團才是值得打擊的。 底下幾個小粒自己撈了一些江湖意義上的好處,拉幫結派,把自己的三心六氣去做了一些領肝想的小官,或者是搞了一些西門沁市的企業,打砸搶了一陣子,撈了一些黑錢,對政權或者任何政治動態有威脅,好像並沒有威脅,他們在不斷地像蘑菇一樣長大。 但是,他們的存在會是你搞不起工箱車的,工箱車的資源必然會被他們拿出去雲屍肥脊,結果形成的是無數像蘑菇一樣生長的小黑社會。 而且,習近平路線的背後保障,它是有最後保障的。任何路線都有最後保障,就像是銀行裡面最後存在的那一筆房金一樣,它的最後保障就是實行計劃經濟,實在不行了恢復延安。 但是,由於這些小弟的存在,同時根本上是由於他自己的派避鬥爭路線,他不能雷力風行。直徑了當殺幾個人,老子就是不期計劃而贏,他不斷地轉來轉去,讓廣大的基層小律,那些看CCTV、電影頻道的普通小幹部都覺得媽的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 因此,等到他真的需要退回計劃經濟的時候,依靠軍事配給制、管制的時候,他這個體系整個就不靈,這個體系運作不了。 這個反而是你在爬梯的時候爬到最後一局,一腳踏空地地上掉下來一樣,你所指望的最後一招用不起來,因此你其實是冒不起風險的,但是你實際上採取了一種你必須冒起風險的路線。 就是說,習近平其實跟袁世凱一樣,他是冒不起風險的。袁世凱就算如果一腳踏空,中美脫空的話,他們就掉進太平洋了。 習近平他認為他像滿洲人一樣可以出關,但是實際上他像是日俄戰爭以後的滿洲人一樣,日本人已經坐在沈陽了,他拿了幾招。 但是這樣他自己沒有意識到,因為小小的張獻忠們是不會像袁世凱那樣的目標明顯的,他們只是自己給自己精英了一波。 這些事情從打黑除了的效果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來。打黑除了會打到幼兒園上面去,明顯要用了一份填英,但是這根本不是一份填英的問題。 照習近平的意思,列寧主義的意思是什麼呢?打黑除了就是要除了基層的粗張獻忠,將來搞列寧化的情況之下,你才能夠暢通無阻。 但是打黑除了是算名額的,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各地方攤派一個名額。 然後本地的公安局長想了一下,本地的黑幫大佬其實都是我的兄弟,我如果把名額用到他們頭上去,對我並沒有好處。 或者是我給他們打一架的話,我自己的手下圓體大傷,撈到的好處又不歸我,媽的,你不過就是要百分之五嘛。 比如說本線的百分之五是一千二百人,我給你刨一千二百人出來不就得了嗎? 滿洲帝國最腐敗、最沒落的時候、慈禧太后那的時候,荷蘭偉大的駐馬店就出了一項這樣的案子。 朝廷命令當地官府抓一個江南大道,當然江南大道是有些黑關係的,抓到了以後他當然不願意死,他跟當地的縣官和他的左右幕僚做了一項工作。 似乎當地縣官其實是屬於犯罪戀的那裡的浮屠蟲,他只是被蒙蔽了,但是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他所謂的師爺、牙裔之類的人操作了一下,到本地最窮的貧下中榮家裏面去找了一個傻瓜,智力不健全,說法說不利落的傻瓜,說這個加拿大道道姓福,說此人就是福提安,就是該加拿大的人,然後把真的福提安放進去,把這個假福提安抓進監獄,然後給他的家屬一筆錢外單一筆恐嚇。 於是,他們就準備這樣執行了。但是不知出於什麽亂七八糟的原因,基層工作沒有做好,該假福提安,他們很可能是基層辦事人員辦事不利,在監獄裏面供造了一個無產地的好吃好喝,他還以為他終於在大土人家有了一塊庸用人的工作,可以一直幹下去。 然後突然有一天,本來打算聚集好喝好喝的,突然被把握刑場了,即使他是一個很傻的人,也覺得事情比較不對勁,於是他在押送刑場的行車經過一個土地廟的時候,他突然對著土地廟大喊冤枉。 而押送刑場的人恰好是外線調來一個秀才。而該秀才不屬於該本地的陰謀集團,只是臨時戒掉一下,他頓時施大和階級良心發作,覺得這事有問題,他要求立刻停止行星,向上級報告。 於是經過這樣一番折騰,整個英文就敗了出來了。而打黑之所以打到幼兒園,顯然就是出了同樣的原因。我們用幼兒園那些沒有背景的小孩子來填這個名額,豈不是比打那些現實存在的黑社會要好得多? 當然,像這樣一個公安局長,居然沒有收到陳的話,那你就可以預見到列寧化是不會成功的。如果實行公交社或者配給糧票的話,當地的幾個官黑頭目肯定會把這些糧票領到糧食,自己留下來賣給他們自己的關係戶,然後那幾家西門慶飯店就變成當地唯一能夠賣得出平價米飯的飯店了。 而其他沒有這些黑關係的飯店,你不但賣不出平價米飯,你自己還要額外被敲詐勒索,交保護費。而理論上,廣大只要是中黨愛國的貧下中農應該是一人一會兒配給糧,讓他們一分錢的平價米都吃不到,只能夠去吃那些交了保護費以後賣的高價米飯店,因此他們會大配餓死。 按照黨國國家紀委的因應計算,我們現在的存量足夠廣大貧下中農,吃上土豆饅頭但是吃不上肉,因此我們是穩如泰山的。 但是到了基層,結果是大多數的貧下中農根本吃不到配給土豆,配給土豆全給了西門慶,於是立刻就會出現皇朝、張宣忠那幾面。 然後不負責任的公安局長和他的黑社會同伙們,他們會首先在能够hold住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想上你報告,本縣治安形勢一片大好。 如果形勢不一片大好,而別人都說形勢一片大好,那顯然是你的政績不好。政績不好顯然是你自己的錯,憑什麽樣?治安不好可能是前任留下來的,我為什麽要替他背鍋? 所以無論如何,按理會,我一定說治安形勢一片大好。如果有人說形勢不好,我可以名正言順用維穩的機會去鎮壓他呀。這肯定是西方帝國主義派來搞破壞的,污衊我們社會主義了。 維穩對我很有好處,本來應該由我負責任,現在全都可以賴出去了。很好,等到有一天hold不住了,那麽肯定是張宣忠自產已經將中做大了,不可能hold得住的時候。 那麽你也要顛頂一下,這時候我終於上了下有沒有好處?也可能在上級的援兵還沒有到來以前,我已經被張宣忠坐著了。就在薄熙來的時代,重慶境外的那些法院院長都被當地黑社會割掉了高丸,那才是在薄熙來演打的時候呢? 這當然也是費拉社會的一個特徵了。薄熙來的手下其實只有二百多人,他從大年代代的二百多人,本地幹部並不是他手中的人。他想在本地上,毛澤東在岩一樣折騰一下,結果等他真的出了事情的時候, 但是這二百多人把本地的幹部和許多按說有千萬資產的大批資本家捉起來吊打,把他們的資產清掉。那些千萬資產的資本家幹什麽去了?那千萬資產中間拿出一小部分,到緬甸的黑社會那裡去顧幾個部落兵下來,就足以把王立軍、王副市長手下那幾個大年南下幹部打得滿地找牙。 他們的那些長期打對戰的克勤人,在緬甸打幾次戰戰的克勤人,戰鬥力肯定要比重慶周圍、大半山區的那些土生土長、畢生沒有出過本線的黑幫大佬戰鬥要強。 就是那些黑幫大佬在薄熙來時代割掉了法院院長的高丸,而薄熙來是在重慶打大資本家,而那些窮困的外線沒有什麽大資本家可打,他對那些地方是不屑一步的,所以他也根本不管。 這些偉大的貴拉資本家、這些無產階級的資本家居然連這一點都沒有想到,他不明白他的敵人是多麽脆弱,居然是他好像能夠搞出來的就是像李莊海那些自由主義律師自己也被抓起來勞改了五年和初始終的事情,替他那動動嘴皮子。 在這種情況之下,那些江湖豪傑很可能會覺得,我還不如自己形式上奉行上帝命令,實際上我按照蕭熊應該做的那樣,囤糧囤槍,自己維護自己的利益來得好。 直到有朝夷的上帝突然發飆了,為什麽我的命令你是不是一直在揚護英偉,然後他就面不改色了真正格局起來。 博弈的動力學必然就是這個樣子,只要有關各方按照個人生存和利益最大化來博弈的話,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一點是沒有在習近平和他計算在內的。他的無語算盤就是,在最壞的情況下,中美脫鉤,然後我閉關這時候三十年,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封鎖吧,封鎖吧,封鎖二十年,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我把所有競爭對手都消滅了,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那時候中國可能已經落後到只要能夠把女兒佔給越南人,就該卸槍卸地這樣的狀態。 但是那是老百姓跟我有什麽關系的。我再一次改革開放,我還是一個鄧小平,而且這時候我已經把我國內所有的對手都消滅了,這就無語算盤打得真好呢,而且還在最壞的情況下。 最好情況下是什麼呢?最好情況下是美國是國民黨的情況,無論我怎麽樣坑他,他還是以大敵為動要寬容我的,我還可以一方面拿著國民黨的錢,拿著美國的錢,賺著美國的錢,一方面坑美國,一直做下去,直到我把整個資產階級統治把美國像國民黨一樣推翻。 當然這一點他也並不愚蠢,他自己也覺得這一點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凡事都是有最高崗粒和最低崗粒,對不對?最好的情況我估計了是這樣,我承認我不一定能做到。 但是最壞的情況就是,美國人他媽的精明得很了,但是美國人吃飽了撐了才會去治理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是三億人口,美國三億人口,你治理得了。 黃土高原,美國人實在是花了火焰,我會是制裁你,封鎖你。封鎖你對廣大的溫和派中國人來說,那你就死定了。廣大的改革開放幹部,你也只是要半吐氣了。 而即使是我的忠誠走狗,你也要吃著平價土豆,勒緊褲帶過一段艱難時刻,但是至少習明哲是像蔣經國一樣絕對受益的。這個主義是看待這個錢其實很不壞的。 既然最好的結果是這樣,最壞的結果是這樣,我要不幹我才是傻瓜。正面唯一的算法錯誤就是,這是他自己的初生論說的,他對列寧黨改革開放以來真實的運作狀態並不了解,他認為他只要整一整風,就可以恢復列寧黨的工作效率。 但是從現在打黑除惡的效果來看的話,我感覺說他根本不是一個像林哲徐那樣的精明強幹的行政官。他是一個浩大喜功,但是辦事極其粗書、看不到細節的人。 當然,整體上是形勢問題,就像像八旗兵不可能在慈禧太后時代突然恢復戰鬥力一樣,你怎麼整的也沒用。但是慈禧太后是一個精明的行政家。他不能恢復八旗兵的戰鬥力,但是整頓具體事項上他是能够整頓好的。習近平好像不是。 他既不能夠逆轉山東老幹部固有的歷史屈指,而且還蠢到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同時他辦事情也是大了化之。沒有像曾國藩那樣的核心團隊,自己辦事也是有頭沒尾,總是斧頭蛇尾,像雄安新城的建設就可以點心。 畫一張大圖,然後等著別人去填空,然後具體控制他完全不監督,也沒有有得力的監督人員。這種結果自然是遍地長模糊,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在跟袁世凱集團博弈,跟美國人博弈的時候的策略。 這個策略足以動搖中下級幹部對他的信任,但是他自己對這一點恐怕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在他心目中十拿九穩,他認為中下級幹部本來就是該當上的犧牲品的。 只可惜這些地位雖然卑微的中下級幹部沒有他想象到那麽蠢,也沒有他指望到那麽高尚。人家並不是從現在開始,而是自古以來,早在趙紫陽那個時代,更不少江澤林的時代,就已經算盤打得很精的江湖人物。 所以博弈的結果也有指的是這樣。然後他馬上就要到大阪去,肯定會從空洞的層面什麽都答應,從具體的層面什麽都不執行,然後以此拖幾個月的時間。 而照川普的作風,明顯就是這樣,要談判可以,按照我的談判,你答應得好,繼續談。但是你要求我把已經加的關稅剪下來了,不行,等談完以後再說。 然後再談幾個月,事情再暴露以後,我再給你加一句,中間這段時間我是可以拖得到。雙方的策略都是如此清楚,那麽寶媒的只是加在中間的,顯然雙方都不會吃虧的。 川普是咬定了不吃虧的,他的談判的意思就是這樣,加上你的東西我絕會給你剪下來,要達成的條件都是站在我的條件。大不了大家談不成,談不成我也不吃虧,談成的一定要對我有利。 習近平他也是這樣的,談不成我至少是不吃虧,但是談成的一定要對我有利。雙方都是這樣的,以我自己不吃虧也不占便宜為底線,以我只占便宜不吃虧為最高的希望。 於是結果就是,只有在雙方都只要占便宜的時候才能夠占得便宜的那些中間人,只是在騎著爭氣飄在空中,註定要掉下來。 調下來的結果就是,雙方都達到了自己的最低標準,就是說我都沒有吃虧,雖然我沒有占錢你的便宜,但是我沒有吃虧。 於是在雙方都沒有吃虧的情況下,夾在中間指望兩邊占便宜的這批兩邊的人就要像是林哲徐時代的十三行一樣要負責承擔一切責任。 英國人要的賠款是從他們那兒出的,但是過去賺錢也是他們呀。過去,房上的收是農業稅,海關稅根本算不算什麼?海關稅是內務府收的,給房上的灰紙買點醃脂粉就行了,不是朝廷政供。所以,房上並不認真收。 但是英國人交出來的錢卻是非常之多的,正共之外還有各種勒索。這中間的錢都讓廣州的徐利集團和十三行的商人分掉了。 於是,等到滿洲人和英國人開彈,雙方之間硬碰硬的時候,所有的成本都有他們提交。 英國人說,以後我們算名帳,海關要由英國人監督,以後規定百分之五就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其實是加了稅,英國作為戰型國其實付了更多的稅,原先稅還不到百分之五的。 但是英國商人的負擔實際解輕了,因爲英國商人不苦於清稅,而是苦於勒索。海關就為英國人作證以後,勒索完全消失了。 百分之五的稅在英國商人看來,只要是按規矩交百分之五的稅,他們沒有什麽交不起的。 朝廷的角度來講,哇,我打了敗將收的錢還很多了,為什麽不幹呢?於是,倒楣的就是廣州的徐利和十三行的中間商,更不要說賠款了他們出的。 而皇帝的意思是這樣的,戰爭是因爲你們而起的,而朝廷的徐利是固定的。現在是英國人要賠款,我不能不給,而誰惹出來是誰付得出錢,你們就給我付得收錢嘛。於是,十三行就這麽完蛋了。 好吧,兩邊人的下場也就是這個樣子。為了保證兩邊都不吃虧,他們是要完蛋的。但是完蛋以後的結果是跟亞盼南人相反的。 亞盼南人結束以後是雙方開始了自由貿易的時代,而中美脫鉤以後是雙方結束了自由貿易的時代。 結束自由貿易的時代以後,美國人自然會找印度和東南亞來比濟中國,然後中國從世界的地上消失了。 十九世紀的世界史當中,比如說在南克邪的那個世界史當中,遠東就是印度,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的整部歷史或者說大清帝國和它的所有東亞帝國全都是不存在的。 阿拉伯人和印度在世界的歷史當中,遠東是不存在的。這是十九世紀的正常狀態。好吧,然後歷史就恢復了這種狀態。 然後習近平就會得到他想要的重心,關起門來打掃衛生,把垃圾清理出去,指望著三十年以後。 最好的情況下,我們自力更生是行的。廣大從美國回到愛國華僑拿了我的錢的時候,是給我們能夠自力更生、開發出像繞益、翻炼給他們開發出什麼亮度通信之類的東西,讓我們超過美國的。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就超過美國了。 最好的情況下,大不了像是鄧小平那樣,我們雖然窮得光屁股,但是我已經定於一尊了,然後我一個人出來,再改革開發給美國了。 當然,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首先,繞毅和潘建維回到中國就是來當騙子的,其次就是負責執行列寧法政策的一些基層幹部是完全靠不住的,所以接下來就會發生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意外了。整個局面就是這個樣子的。 香港在朝鮮在這些遊戲當中是給習近平提供這個做法,就是他們是用法來搗亂的。如果你想要解決香港和朝鮮的問題,你是不是在別的方面給我一點讓步? 就是說,我用拆爛屋的手段來對付你。這個做法其實是我非常熟悉的。 就是在一個所有有編制人員都無法檢固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或者官僚機構裡面,必然地要支持出大量的這種人。 小品和校法和八十年代的小品和校法經常是嘲諷這些人,他們也是朱鎔基解散國情的原因之一。 就是,有人領導帶著極少數清晰的員工在幹活,大多數人不幹活也不搗亂。 還有另外一波跟幹活的人數目差不多的人,他不斷地威脅領導要搗亂。 無論你幹什麼,就像是蔣子龍寫的《喬廠長長上任記》,他的廠長裡面就有一幫專門搗亂的人,不但不幹活,還要給那些幹活的工人搗亂,因為廠長沒有辦法解固他們。 而且工資是定時的,廠長連給忠誠的工人多花點獎金的權利也沒有。 廠長在文堂以前有一種作為補償的權利,就是說他可以把一部分工人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勞教。 用這種方式,可以說吧,勞教制度是失業制度的對應物,沒有失業就只能用勞教,否則管理就沒辦法進行了。 但是文革一結束,大家紛紛平反,廠長的威望也沒有了,就是搗亂分子清疲。當時的所謂輕功問題,就是搗亂分子問題,是社會上熱議的一個主要題目。 他的策略就是,你要給我額外的好處。 二百個人當然有一百個人不幹活,五十個人幹活,聽廠長的話,另外五十個人聽我的話,專門搗亂。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五十個人幹活得到的好處,請你分給我一半,這樣我就不給你搗亂。 你們就可以安安生生幹活,幹了活,你們就有東西分。你們不是想要分東西嗎?好吧,你要分東西的錢就是要讓我不要搗亂,讓我不要搗亂,給我好處。 廠長和幹活人當然覺得事情十分的不對,為什麼我幹了活還要匯諾你,請你支援他就不搗亂呢?這時候就需要廠長有一点黑社會手段了。 如果有黑社會手段,我分化瓦解,各種黑打你,讓你知道給廠長的部隊是沒有好下場的。如果廠長是換金的那一種人,那就完蛋了,他搞不了一個人自己就搞不下去了。 廠長的頭銜雖然還掛著,但是廠長裡面毫無威望、毫無秩序,一切生產都歸於停頓。 當時鄧小平出來治理整頓的時候,大多數國有企事業單位都處於這種情況,因為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喬長老少人記是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 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搗亂分子和反搗亂分子或者其他各種分子都會結成各種戰鬥隊,以毛澤東的思想不同派系的名義相互對抗。 這種情況下在有效的生產是不可能的,狠狠抓生產就要強化管理,強化管理就要打七七八塊團伙。 因此,鄧小平的嚴打,文革以後的嚴打也是在這種背景中搞出來的。嚴打等於是變相恢復了一個鎮壓反國民分子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場長或者國有企事業的幹部、黨委之類的東西,讓他們可以把黨案的工人以流氓罪的名義送掉。 當然,嚴打的不僅僅是這些人,但是整治這些人是鄧小平發動的嚴打的動機之一,而且也是他不得不發動的嚴打的動機之一。如果要維持黨的統治,又要恢復生產的話,好像這樣都是很難避免的。 當然,嚴打並不能維持很久。而且,打擊的對象你可以想像,主要不是破壞生產的分子,而是廠長或者黨委書記自己的私敵。有沒有破壞生產,就是國家利益問題,對廠長的私人利益並無關系。 而有沒有得對廠長本人,當然你也可以想像,廠長絕對不像是無產階級文學家描繪的那樣偉光正,他打擊別人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讓自己更加方便地撈一筆。 而你要知道他不撈,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實際上他打倒的很可能發現是比較正直的那一批,而妨礙他自己撈一筆的那一批。 因此,這種現象是永遠累經不絕的,不會因為嚴打的開始而結束,只有國有企業整個垮台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大家都失業了,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 當然,因為國有企業的特點不僅僅是一個企業,它是一種社區,而且它是一個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社區。 一般的階級結構是這樣的。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我知道,黨委書記往往不是一定是,但是經常是山東老幹部,而技術人員經常是山東老幹部的階級敵人。 被打倒的國民黨時代和軍閥時代的資產階級子弟的後裔。廣大大多數工人是農村招來的貧下中農,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工人和核心工人是滿洲國調來的技術工人。一般的階級結構就是這樣的。 他們之間的鬥爭經常是心仇、舊恨、加在一起。你根本說不清楚到底哪一種成分是佔優勢,是現實利益還是歷史恩怨的各種那些包裝的東西搞在一起。 凡是在這種地方長大的人,習近平當然也是熟悉這種文化的,都知道關注者掌握度。你不搗亂做一個老式的工人是不行的。做一個老式的工人,領導會把你砸乾,你不斷地幹活。但是領導看你不鬧事,一部分利益歸了領導自己,另一部分利益用來蒐擺那些鬧事分子了。 你必須鬧事,但是你鬧事要掌握度。如果沒有掌握好度的話,領導下一個狠心要殺雞敬猴的話,辦理一個流氓隊,辦理送你監獄了,你鬧事就還白鬧了。 所以你必須根據像按照毛澤東的論牛基戰理論,敵進我退,敵皮我打,掌握分寸。事情不妙的時候,你趕緊跑。但是風頭一過去的時候,你要回來鬧。 只有一個基本原則是你千萬不能幹活。在間諜不幹活的情況之下,行事有利益的時候,你就要鬧,以便讓領導收賣你,給你填頭。如果感覺到風向不對的話,又要及時收手。把握不了分寸的話,要么你是撈不到好處,要么就是撈了幾次好處以後被領導嚇了,或者是其他什麼人嚇了拼,做掉了。 習近平對美國就採取了這種錯誤。因為美國沒有產生流氓無殘者的階級土壤,所以他們這種做法感覺到不能理解。從他們角度來講,這種游擊戰略的搞法是破壞自己的信用。你打上門來有什麼都接受,然後又什麼都不履行。這不是把自己的信用記錄來算的,完全做掉了嗎? 要是美國覺得一個精明強幹的人應該是這樣的,別人提出苛刻挑戰,我能夠頂住,我絕不會像個撈種一樣,什麼都接受了。我一定要反复地討價,搞出一個有利的協定來。 但是有利的協定我一定要堅決執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像川普這樣非防吞達。按照這種敵人一旦對手氣勢洶洶,我就完全喪失原則,什麼都答應了。 這家這種人不是個好的談判家呀,答應了就反悔,你這些一輩子就毀了,你這種人不但做不成川普,你這輩子就去專門領國家救濟過日子了。 但是上述的行為模式在中國國有企業當中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成功行為模式。 而且不僅是國有企業,就是在士大夫階級的官場當中只是程度較小,它也是一個可以玩的模式。 你肯定注意到了,就是滿洲帝國跟列強的外交,以及國民黨跟日本的外交遵循著同一模式。 就是打過來的時候什麼都答應,敵人一走的話什麼都賴一掌,然後對方覺得看來從他滅了你以外,就沒有給他什麼辦法了。 南宋對待蒙古人今日也是這種態度,金兵一到汴阳城下什麼又答應了? 然後金兵撤退到黃河以北以後,宋人又下令,給各地官員下令,剛才的條約不算數,我在金兵在汴阳城之下的時候,我答應隔三任。 現在我告訴你們,你們一定要堅守,死在皇帝的面前,絕對不能交遞。金兵撤退,跟你這樣是頂個鬼用,看來我死就整個滅了你才行。 本來金人是沒有滅頌的打算的,就是因為你又沒有死地,又沒完沒了地毀約,最後居然搞出一種非滅你不可的情況了。 非滅你以後,開始還是想建立非得政權的,也就是說金人是沒有直接統治中國的打算的。 最後搞成這樣就是因為蠻族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作風不同,導致了文化人類學家最喜歡受到那種文化衝突的緣故,這個文化衝突把可憐的大宋朝以及大明朝、大清朝和國民黨都給毀了。 抗日戰爭其實也是因為諸如此類的折騰搞出來的。日本人說的那句,敬畏公爵士說的那句,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跟金兵四太子不以宋清中為談判對象的邏輯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過日本人至少已經是一舵半舵的西方國際體系了,所以大家也不把它當成蠻族對待。 但是實際上,所有人碰上這種牛皮肠的無奈戰略以後磨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最後的反應就是,媽的,這再也不跟你送你打交道了。 而國有啟示的單位的特點就是,它是有社區性的。社區性的特點就是,你註定要給他們打交道的。 領導即使把某人送去牢教了,比如說作為流氓罪送去牢教了,他出了獄的時候他沒有別的地方去,他必須回來。 公安局和牢教管理機構一個人出了一句,難道要留在這裡吃我的話?那我講,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就有地方去。 但是你不能讓他去當盲流,到處流竄增加自然的負擔,基本原來就是拿來的回拿去。他原來是從哪個單位去的?交回原單位處理。 於是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對流氓罪來非常有利的。 特別還有這種情況,就是說反正我已經當了流氓罪了,這個帽子是摘不掉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流氓了,那麼我索性做了那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情,面子反正是失破了。 這種人往往會成為八十年代的第一批個體戶,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做個體戶,大家根據以前的經驗來說,說不定會把你打成資產階級呢?共產黨說了,現在要大家自負光,但是共產黨說的話,鬼才相信呢?我才不去幹這種傻事了,我先官望,官望再說。 而從監獄人員放出來的流氓,他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同時單位的配給土豆也沒有他的份,他馬上就要餓死了,他必須去做。 而且做了以後,他也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他是一個江湖流氓,他可以騷擾那些膽小怕事的人,讓那些人繞著他走,讓那些人不敢幫他發財。 如果有其他人敢跟他競爭的話,他用江湖主管去對付他,恐嚇他。這種人特別容易變成第一批發財致富的人。 這種作風,比如說在新疆和西藏這樣,計劃經濟殘餘很濃厚的地方,我相信至少在2010年代還存在。 比如說有這樣一件事情,我是在報紙上共產黨辦的新疆本地報紙上看到的,有一個賣啤酒的商人到某縣去賣啤酒,突然好來一批人把他的啤酒給查扣了,說是你應該貼一個標籤,這個競爭是向我買的,珍一筆稅。 他向本地的工商局長打聽,工商局長說,哪有這回事?從來沒有這樣的政策。他就打聽一下,那個傢伙是一個以業已破產的國有啤酒廠的員工。 按照政策,他早已經破產了,下崗再就業。然後在再就業的過程中,他認為本廠是生產啤酒的,所有本地人都應該喝本廠的啤酒,儘管本廠已經再也不存在,再也不存在任何啤酒了。 但是外地來的啤酒,如果此山是我開,此路是我在,讓人從此國交給我買路錢。我通過這種方式,仍然可以有生路。他就這麼樣幹了十幾年。在外來的商人覺得情況不對,找到工商局以前,他就幹了十幾年。 他就這麼幹了十幾年。我們要注意,新疆的社會是分裂的。外來人1949年以後的國有啤酒廠的單位插入了這批我稱之為紅色小滿洲國的社會,跟當地人,無論當地人是維吾爾人還是哈斯克的布魯明,完全隔離的。 當然,穆斯人一般也不喝你們那樣的啤酒,這些啤酒完全是原先的國有啤事業單位供那些滿洲國移民過來的工人喝的。這些企業當然也是因為我上述描繪的那種根本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的經營觀的方式,註定要不斷虧損,變成國家財政負擔,最終垮台。 外地的,比如說是廣東或者是浙江的比較尺寧的私人商人,帶著他們的啤酒過來賣,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然後你要問,媽的,都過了十幾年,這個準黑社會集團,那麼當地的廣大啤酒銷貨者用戶居然會完全沒有管過它們。 當然事實上就是的,這些可愛的費拉們是誰也不會出頭去為任何公共利益去說一句話的。如果你倒了臺,那是很好的,如果你不倒了臺,你繼續玩下去,這乾我們屁事。 之所以它們是這樣的,因為它們自己是各式各樣來源的人,比如說山東老幹部、滿洲國的技術工人、川軍的人、進軍的人和陶石月的人諸如此類,以及什麽背影也沒有評價中容,彼此誰都不信任誰的緣故。 所以它們當然不可能達成任何共同行動。它們隨時都想著,別人可以利用任何時代的人反過來整我,而得到的好處是共同利益,所以跟我沒有什麽特殊的關係。結果也就必然是這個樣子了。 好像這樣的人是基層政權非常熟悉,以及大多數我稱之為隆騎兵地區就是體制類人士非常熟悉。而且即使是一個毫無背景的前國有企業工人,都可以隨時辯明完成十幾年而不受懲罰。 十幾年是個非常長的時間。八十年代最初致富的那些有犯罪背景、經常也會犯罪的第一批個體和萬元戶,到九十年代、一零年代大多數都被打成黑社會的頭目而槍斃掉了。 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你連續富裕十幾年而沒有被槍斃掉,這是一個成功人士的標配。你已經是成功人士了,就算你以後被槍斃,你也不要以為現在坐在會議桌上的黨委書記、董事長多麽的瘋狂。 他們像顧處軍一樣,像桌城的設計者雲南那位紅塔山的燕王一樣,他們也是隨時會被槍斃的。八十年代那些第一批致富的,在新聞媒體上廣泛宣佈的人,大多數在九十年代都進了監獄。 目前像任正非這種人是二十一世紀才起來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他的壽命也不會比前任的人更久。 比如說在2025年左右的時候,他以美帝間諜人名義進了監獄,或者是貪污苦化的名義進了監獄,那是完全正常的。 跟他階級地位相同的,任何董事長、任何黨委書記一般的下層就是,風光一段時間,鸡犬升天以後進了監獄。 仔細算起來的話,就是在鸡犬升天那段時間內,他把小姨子、兒子、女兒、孫女之類的人全都送到了美國那種人最佔便宜,因為送到了美國以後,美國是不會幫他們全監獄的。 好吧,最佔便宜就是這種人。按照三十年,不算很難,三十年為周期的話,就是這種人占便宜。能夠風光十年,這已經是偉大的不得了的成功人士了。 最近這半個世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大多數人連風光兩年的機會都沒有,能夠風光到五年到十年。這種情況就是大多數廣大朝鮮人迫不及待追求的機會。 按照朝鮮人的一句言語來說,與其細而長的生活,也就是說吃著朝鮮發給的配給糧食、半死不活的過日子,不如轉而出的生活。 轉而出的生活包括這樣,在偉大領袖金三胖將軍前來視察的時候,你帶著你的老婆衝上去,請求金三胖將軍給你老婆肚子裡面的孩子命名。 金三胖將軍博安大陸說,媽的幹我屁事,於是你們倆立刻就被解除一切工作,被農場領導率領廣大無殘階級群眾批鬥了。 但是,金三胖將軍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一詞想不起來,沒有面臉過,肥秀他突然想起來,這不是一個好名字。我說這個還就叫這個名字嗎?你看我多有文化,我水平多高。 周圍的秘書和江民一致表示,他們再也想著這麼好的名字,金將軍的文化教養之高,簡直比梁家河的莎士比亞要高五倍,比川普這個大老粗簡直是望塵莫塞,只有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這麼有文化教養人。 於是,文宣部門長期以來苦於拍馬屁的方式重複地過腰,立刻就把這些消息登到報紙上,讓好大人民學習一下偉大領導的文化修養。 消息傳到該農場,該農場的農場立刻感到自己犯了可怕的政治錯誤,立刻就跪地求饒,立刻把農場裡面最好的東西收集起來給最高領袖親自命名過的那個尚未出身的嬰兒享用。 於是,你就享受到該營養和他的父母,自然就變成了國寶,變成了朝鮮人所謂的那種短耳粗的生活的享受者。 當然,我估計可能在下場運動中,他們會因此而完蛋,那當然沒關係,他們已經達到目的了。 好吧,中國人跟朝鮮人之間,按照泰爾人勳解的說法來說,只有定量意義上的區別,沒有定性意義上的區別。 中國的赤瓶階級也只是吃豆腐能夠吃飽,吃茶葉蛋一般是吃不到了。願意幹這種事情的人顯然是多如牛毛,所以根據這種博弈模式,該發生的事情自然一定會發生。 習近平同志正在用蔣介石用在日本人身上,宋徽忠用在金人身上,宋子忠用在蒙古人身上,慈禧太后和賢夫皇帝用在歐洲人身上的同樣技術來對付川普。 中間的曲折可能會有,比如說會不會有巴夏里在這過程中被抓起來挨打,或者是博明會不會被國安抓起來痛打也對,但是有沒有沒關係,中間曲折沒關係。 最後的結果是一目了然的,肯定就是這樣。習近平當然以為自己非常聰明,但是廣大流氓文化跟大清帝國時代不同。 那時候按照我的理論上就是有一個基層小共同,就是說,士大夫階級儘管在跟洋人和蒙古人滿洲人打交道的時候耍李鴻章所謂的痞子槍,同時也被他的老師曾國藩議政時代說,真正的儒家信徒怎麽能耍痞子槍。 但是曾國藩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掌握外交權力,說他也是少數。但是在曾國藩、李鴻章的老家,在白溪老家或者是鄉鄉老家,他們在自己對待自己的鄰居、對待自己的老婆孩子的情況下,他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孔夫子、孟夫子的道理是宇宙最高的整理,那是不能含糊的。孝敬父母是一定要孝敬的。 你不能用對付洋人的手段來對付父母,如果你像是對待父母用一些推著洋人的耍痞子像的做法,那你是要天打雷劈的,是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所不容的。 所以,崩潰只是在上層,就算是朝廷垮了,蒙古的滿宮路或者洋人打進了北京城、汴京城或者臨安城。 基層、偏遠地區、冰火、煤火、煤火殺到的偏遠地區的儒家秩序還是能夠維持。他們照樣生兒育女,生孩子的女人相信她自己的孩子也會孝順她,就像她要孝順她自己的公婆一樣,設備自己還能夠維持。 而共產黨的特點就是,流氓文化進入了社會的最基層。對於共產黨來說,最致命的就是,進入了它執政政策逼不可少,但是目標又太小,不可能全部消滅掉那些基層幹部。 流氓幹部和流氓人民像習近平一樣執行他們的流氓政策,結果導致中國社會根本聚集不起來任何有生力量。 例如,歸國科學家很快也會流氓化,因此他們搞不出了任何科學生物,他們不可往什麼方面投資。 國有企事業單位、國家的工地學校培養不出的人才,所有的企業都傾向於簡化原有的生產流程,導致技術推翻和網上鏈化。 行政管理方面能够聚集起來的,在意識形態方面、響應習總數據號召的方面是絕對大家都肯幹的,但是真正要做具體的工資,這就是大家誰都肯幹的。 結果,習近平跟希特勒的關係就會像是宋徽宗跟漢武帝的關係。 宋徽宗其實宋神忠、王安時代到宋徽宗的全部政策就是笑話漢武帝,用桑弘洋那套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來撈錢。 漢武帝搞得到全國人口減少一半,但是他跟匈農打了一場勝仗,宋徽宗把全國的人口和領土也減少了一半,但是他一直吃飯去打出來。 所以後來就很少有人說宋徽宗是一個窮兵賭武的君主,但是宋神忠和宋徽宗的偉大志向就是學漢武帝的。 習近平也是這樣,其實他跟他模仿對象之間的差距就像宋徽宗跟漢武帝的產品一樣。 後人可能從他的下場來推斷,覺得這樣說他很不公平,因為他的表現好像是相當軟弱的。但是軟弱的不是他,而是他所依賴的這個流沙社會,這個充滿了流氓氣息的腐害社會。這個社會坑了他。 他利用這個社會學出來的江湖的馬基爾維尼之間對付美國人,他覺得他能夠坑死美國人。短期來說是這樣的。 短期來說,宋人也是坑了金人和蒙古人,而李鴻章也是坑了日本人的。但是等到算總章的時候,於是原先被坑的全都還出去,於是才會有國民黨共產編的國恥教育,好像我們偉大的中國人一直都在很冤枉的挨打一樣。 挨打是故事的最後一步。你知道歷史發明學的關鍵就在於,採檢就像是辯護律師的發言一樣。 我怎麼打別人的,我不說,我只說我怎麼要被別人打的。如果法官只信一面之死,當然所有中國教科書的犧牲品、所有的中小學生都是這種犧牲品。聽見好像是我們很無辜呢,我們一直都在挨打呢。 實際上,在法官和外人看來的話,基本上是你在耍流氓。你又打不贏,又要耍流氓,搞到最後總是自己挨打。 而且,從更深思看,你之所以打不贏,就是因為你把全部資源都用在耍流氓上面了。你為什麼打不贏?為什麼人家又能打贏的東西呢? 社會上和技術上這兩方面都是因為人家有一套嚴密責任和權力相對應的社會結構,而你制造出這樣一套亂七八糟的社會結構。 那一套社會結構產生出了相應的技術,而你把對相應的技術的投資全部都在耍流氓手裡面。耍流氓的結果就是,認真投資的人最吃虧。 就像是我剛才講的國有企業一樣,真正認真工作的功能最吃虧。 領導當然也是這樣的,認真工作得罪了流氓團體,又得罪了上級領導的廠長最吃虧。 跟流氓團體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跟上級領導一定程度的好處,盡可能變賣,把廠長裡面的機器拆下來,交給流氓團體,讓他們去賣廢鐵。 出了事情就把流氓團體交給公安局,說這事跟我沒有關係。賣廢鐵得到的錢,我分一棚給上領導。這樣的領導最有利。 既然是這樣的話,你怎麼還能指望你改善新技術?你原有的蘇聯機器已經被拆了賣廢鐵了,當然這也沒有關係。 到一定時間就會像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一樣,國家會檢查一下我們缺什麼,然後撥一大筆錢向美國、德國和日本去買新技術。 於是這樣一來,原先沒有賣廢鐵而現在吃虧了,因為你的蘇聯機器同樣是變成了廢鐵,而且你一點好事都沒有撈到。 你已經把蘇聯機器賣了廢鐵,你私人裡面的腰包已經撈一撥了,然後國家統一給你安排更新飯袋,換上德國的一切。 你的過去幹的事情全都被掩蓋過去了。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人一直都是這麼幹的,博弈模型一直都是這樣的。 那麼結果肯定就是一直都是這樣的,大家都會順著這種方式一直玩下去,不可避免的就是大家都製造空障,最後有一天揭開蓋子的時候大家都會發現什麼也沒有了。 這時候只剩下一點東西是管用的,就是你所掌握的那些小小的流氓級別的武力,能夠欺負周圍的老四人那些武力。有這點武力就足夠了。 而且由於中國社會本身的性質,如果你只有本土社會之外的話,你不可能集結出比保衛科幹事和流氓團體更強的武力來的。 這點武力對付周圍的社會已經差不多了,而且你的團體的人本身也產生於同一個社會,你不能得到更強的武力。更強的武力只能是外來輸入的。 任何人掌握了外來的鼓翁兵、黑人能打的非洲黑人或者是穆斯林打的手,就能夠把本地流氓團伙親自打下去。 現在習近平的執行就是這個特律,他現在還是處在自信滿滿的狀態。對於他來說,香港事件是一個可以向川普敲詐的東西。 你不是要我這樣那樣嗎?很好,我們可以不鎮壓香港人,但是你要注意,你如果不讓我滿意,我就要鎮壓我。我如果現在就鎮壓的話,但我就沒法討價換價了。 現在我要去對川普說,你們不是要母主嗎?你看,如果我們把劉俠放到德國去,你們德國人是不是應該給我們一點好處? 以前東德就是這樣的,我放一個政治犯過去,希德要給他一點錢啊。於是他會對川普說,香港是我們的神聖領土,我們本來早就應該鎮壓它,但是全是看你川普的面子。 你要不要給我一代好處?你要是不給我好處,可不要怪我老修成的,我現在就要鎮壓下去。 這就是他對香港採取的所有政策背後的真實動機。香港人的抗爭和全世界華人民想自以為取得的偉大成績,其實跟他們所能採取或者說是所沒有採取的所有策略一樣,基本上對習近平採取的這種策略沒有任何影響。 也就是說,你無論做了什麼還是不做了什麼,上五十萬人還是兩百萬人,採取這種策略還是另外一種策略。只要你沒有率領一支軍隊去打一場正規戰爭,你採取的所有策略,造成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根本不必動這個牢筋。習近平採取的基本策略就是這個樣子。 習近平採取的基本策略,我們已經知道習近平想做什麼,而且在類似的話很可能99%是不會真正成功的。可是那這樣子說起來,那改革開放幹部這個集團,雖然他們並不真的是一個集團,那為什麼改革開放幹部這邊也不會成功呢?他們不是也可以拿香港來要挾習近平作為最大的資金跟技術的輸入口嗎? 改革開放幹部要成功,那麼他們集團就要有馮國章那種本事,我跟香港人合作連橫來對付你。但是問題在於,他們自己也是體制裏幹部出來的人,就是僑僑黨這種人當中的比較成功的版本。他們所有的這些派系,這個派系不會像是馮國章在南京,南京的正規軍全是馮國章手下的人那樣,真正能夠控制住的局面。他們身邊總有一些不屬於他們派系的人,他們之間能夠 為自己的派系爭取一些具體的利益,但是利益和政治是不一樣的。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把本地幹部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有效行動的、保持共同行動的整體。 這個跟北洋軍和共軍的行為邏輯不一樣。共軍的行為邏輯是五湖四海。北洋軍是鄉里集團形成的,鄉軍一個集團、滇軍一個集團、北洋軍一個集團。 即使北洋軍離開了保定,開到南京或者長沙去了,曹坤和馮國章的子弟兵仍然是唯一的集團。這個集團可能跟長沙的四身階級打起來,但是這個集團內部在長沙是不會分裂的。共產黨的集團不是這樣的,它是在高度分裂的情況下集結起來的。內部的所有幹部身邊都有不屬於他,甚至是跟他對立的人。 主持人議員,所以您認為習近平不可能像是1989年時代的趙紫陽一樣,因為有群眾運動,所以就被背後的勢力趕下? 主持人議員,香港對共產黨來說是外人,這跟北京本來是不一樣的。北京學生運動的背後顯然有共產黨文權部門和次要部門的人參與,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個黨內鬥爭。 主持人議員,香港怎麼說都是敵對勢力,本來就是敵對勢力。它只是一個像是捷克和西柏林一樣,是掌握在蘇聯手裡面可以要挾西方的一個籌碼,對於蘇聯人來說是應該這麼利用的,對於共產黨來說也是應該這麼利用的。如果你跟香港人結盟,那麼它不是黨內鬥爭,而是敵我矛盾。 主持人議員,我們台灣有一些網友認為香港的悲劇就在於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後,它是積極運作把香港移出殖民地的名單,使得香港喪失了法理自覺的權利。 主持人議員,但是您的反論是說,其實並不是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並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雖然它是五常之一,所以它的聲索只有在毫無反抗的情況下才會被官僚順水推走。 主持人議員,關鍵在於二戰時候的統一戰線,保證了香港社會上層加入了中國主義的發明。而這點是跟科威特和巴林完全不一樣的,而即使是香港的本土商人也很少有反中的,更不要說知識分子了。 主持人議員,所以您這樣子講,即使到現在,臺灣跟香港還是動不動就有人說什麼血濃於水、鼓吹漢字優越論,為什麼所謂的中華文化圈對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統一上這麼沒有抵抗力? 主持人議員,這個是知識分子的單調性造成的。就是說,晚期末年,張志棟和王國維他們那個時代, 主持人議員,開始引用吸血的時候,他們走的就是這個路線。也就是在同一個時期,比如說在新疆左宗堂以後的劉景堂那些巡撫,用漢代的古代國民來改掉穆斯林的國民,這其實就是黃漢民族主義發明的一個外援。 主持人議員,他們當時采取的就是這個路線。這個路線實際上就是以他們自身的階級利益為核心設計的。因為他們自身是漢字文化的使用者,他們在對付滿洲人和蒙古人的時候也是以漢字文化。 主持人議員,因為畢竟正如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論語和武經都是用漢字寫成的。這是他們在被土耳其人和滿洲蒙古人征服以後奈以安身利命的據點,然後他們自然本能地在西方殖民主義者面前採取了同樣的階級武器。 這個策略其實跟奧斯曼帝國的希臘學者採取的策略是完全相同的。只不過希臘畢竟還是比較接近的西方,他們這些人壟斷不了十九世紀的教育渠道。 而晚清是十九世紀末期,這時日本名字為新手推行國家教育時就正好他們趕上了。晚清的新學基本上是國家教育,這跟希臘和阿拉伯以詩學為主的局面大不相同。 等於是晚清其實已經出現了國家力量相對於民間力量的巨大優勢,至少在國家辦學的這方面,只有國家才能夠集中地發出這麽多錢的。 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大概1860年代以前,即使在歐洲公立教育仍然是不存在的,公立教育在法蘭西的推行立刻就引起了天主教會和激進黨政府的瘋狂鬥爭。 這就是法越戰爭和馮子柴那個時代的事情。正南觀戰役的時候的儒費里內閣就是激進黨極力推行公立學校和天主教會開打文化戰爭的那個時代。 在那以前,大部分窮人的教育都是天主教會輸得的。富人的資產階級教育看個人辦學校的方向是怎麽樣的,方向當然是五花八門各不相同的。 國家執行教育政策授予了國家一個可怕的政治武器,這個政治武器跟民族國家的誕生是有直接關係的。 但是希臘和阿拉伯的民族發明開始展開的時候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時候還沒有國家教育這個巨大的武器。 實際上,等到二十世紀初葉國家教育開始在中東普及開來的時候,各種民族發明的模式其實都已經站不著了,而遠東的時間表比中東要慢得多,慢五十天左右。 遠東的民族發明在一九零五年以後才真正開始,而時間就比國家教育系統的執行要短幾年了。 這其實是遠東社會比中東更遠離世界中心的一個副產物,也是遠東社會單調社會階級結構比中東更單調的緣故。 希臘和阿拉伯的社會結構都要更複雜而多,接觸西方的各階層利益是不一樣的。 例如,屬於奧斯曼帝國軍事貴族官僚的改革集團那一部分,屬於突厥系教法學家那一部分,屬於費拉、阿拉伯社會教法學家和商人那一部分,屬於伊斯蘭社會內部的基督徒、希臘人和亞敏亞人,這批人以同時基督徒的身份本來存在費拉狀態,卻意外地因此獲得更容易接觸西方文化的機會。 這些部分是分別有產生自己的精英階級的,他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各部鄉下的極限,而在遠東基本上出現了士大夫階級壟斷一切的狀態。 士大夫階級,而且還是由國家散養的一批士大夫階級,分散的民間士大夫階級很容易地被打成落後或者反動被踢到一邊去了,雙方之間的力量、資源都不平等。 像香港這樣的商港,它的歷史也比巴林島這樣的中東港口、加爾哥拉和馬右加這樣的東南亞港口歷史要短得多。 香港在近代以前,1840年以前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大多數香港人是在1840年以後由英國人招攬走過來的。 但是,巴林島是古老的迪爾蒙,在美索不拉米亞文明時期已經是所謂的天堂島。即將美式史詩那個時代是一萬年以前的時代,蘇美亞人的神話當中天堂就在巴林島所在的位置。 它自古以來是個重要的商港。英國人到那裡去接管的時候,當地的商團、教團、習慣團都已經是相當有規模的,英國人只是英系而已。 當然,當地人利益跟發明阿拉伯民族的大馬士革基督教徒的利益基本上沒有什麼交錯,他們一開始就不接受這方面的發明。這是很自然的。 同時,他們在伊斯蘭教的幾千年代已經把自己習慣化的法學派發展相當完善了,他們可以根據伊斯蘭教的正統反過來把那些發明阿拉伯民族的基督教徒打成一端邪說。 就憑你的出身是基督教徒,你需要把我們這些正宗的穆斯林發明成為阿拉伯人來歸你引導,這簡直是荒謬結論的事情。 香港的商人的層次要低得多。香港商人的三十年代,香港商人當中的最出色分子實際上還是在國民黨二十年代從廣東趕過來的那一批。 那一批是恐懼鮑若廷和賈介石的刺罰政策才逃到香港來的,把他們在市役和各地商匯都來到香港。 他們依靠英國殖民地為富服,但是他們提不出高級的政治理論,他們只能簡單地提保錦安寧這樣比較低級政治理論,在體制內只能夠做治安法官的那一類型的人。 當時香港殖民地的高級文官仍然是歐洲人,就是說本地人或者越人基本上沒有能夠勝任的。 而英國人的吳維爾茲政策使得當地的高等教育是極少的,而國民黨在廣州和南京推行黨化高等教育的時候培養出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至少在人數上要比他們多多。 所以,在國民黨還在刺罰的時候,香港和廣州的對立是尖銳的,他們還能夠維持自己的地盤。等到重慶政府跟香港政府聯合起來對抗日本,南京和上海門縣, 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理直希望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流亡到日本人不能染指的香港人,以香港為基地大搞抗爛宣傳的時候,本地人的聲音就基本上消失了。 四十年代是香港左傾勢力的最高峰,左傾勢力主要是由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主持的。他們在香港活動比在桂林和重慶更加方便,而英國人的法律給了他們更大的宣傳自由。 而本地人基本上沒有知識分子,頂多是悶聲大發財而已。同時,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向重慶運輸物資的窗口,作為一個重慶政權的出氣口,需要大批香港南洋貿易界的商人。 而這些商人順理成章地被香港地下黨控制了,同慶政府也需要依待他們。然後他們在國共戰爭以後,自然地就變成了香港和南洋,把南洋橡膠輸送給四大林的蘇聯、輸送給滿洲的一條相應的運輸孔道。 這條地下鐵道的產生和作為他們外媒的左派知識分子的輿論在四、五十年代達到最高峰,嚴重地影響了香港以後的民營。四、五十年代的時候,阿拉伯王公和伊斯蘭教教法學家在海灣和上港是處於絕對優勢的。 那時候鼓吹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人是遭到迫害的極少數,在海灣地區是基本站不腳的。 即使是在納塞爾已經控制了埃及以後,他們在海灣地區滲透也立刻激起了伊瑪姆領導的保守派領域的一場內戰。 然後,國共戰爭的結果是使這批中國移民控制的香港上層發生了分裂。 其實國民黨本來是作為蘇聯外圍而存在的,在國共戰爭中失敗以後,它把自己打斷成為自由世界的前哨,於是他們的分裂導致了九龍和香港在五十年代的暴動。 這次暴動給英國人和全世界裡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香港其實是只有左右之爭的,而右派的主力是國民黨逃亡的。 而這個看法也是沒有錯的。 這次是香港人口結構發生巨變的時代,因爲香港當時的人口比現在還要少,所以人口巨變的程度其實比九七年以後移民來的一百多萬人造成人口結構更大去。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不同,這一批移民來的人多半是上層,而九七年移民來的人的階級地位還沒有那麼高。 這批人佔據了幾乎文化界和甚至是商界的主力,因爲香港依賴中國的轉口貿易比芬蘭依賴羅國的轉口貿易更大。 香港的繁榮實際上是中國閉關所活的結果,否則上海和廣州要分取它很多利益,現在只有香港一個通緝口,而共產黨因爲不能失去這個通緝口也不能進攻香港,因此很多利益擁擠了香港。 這些香港人可能恨共產黨,但是共產黨的存在對他們的經濟利益反倒是有好處的。 同時,當然在這個時期,香港的高等教育,甚至是比較普遍的中等教育才開始起步,而這些教育的主持人像1930年代以後的馬來法語學校一樣,恰好是這些流亡者組成的。 這些流亡者當中,比如說有一半是堅定的反共分子,但是他們肯定也是用大中華主義的方式反共的,而且他們大多數是無躍的漢字知識分子,自身的粵語都是不通的,而粵語學校只有一些更基礎的教會學校之類的。 所以,經過這一時期的二十年的熏陶的話,六七十年來的那個時代,香港看上去不像是一個有本土性的地方。 那時候香港以外的人根本分不清楚什麽是香港本土人,什麽是流亡香港的中國人,而且比較粗名的人、比較粗手露面的人、像金庸、利寬這些人,很明顯都是流亡者。 這時候的香港像是一個白華城市,它的社會基層仍然存在。例如,更早流亡來的人、二十年代流亡來的那些人,他們的社區仍然存在,但是他們處在比較不動聲色的狀態,不大會引起外界注意的狀態。 能夠搶占封頭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跟他們沒有什麽關系的,而且他們至少也是沒有直接反對或者是不覺得自己有必要去組織更加高級的政治團體。 對於他們來說,英國人保持現狀是有好處的,這就像共產黨希望英國人保持現狀一樣。如果說當時有人希望改變現狀,那恐怕是比較親國民黨的大中華主義者急於把香港變成反攻基地。 而其他人則比較謹慎的人覺得這樣做會損害香港的貿易前途,最好不要輕舉妄動。以及共產黨的企圖搞暴動、刺罰香港,這兩批人在比較高階層的政治主台上相互搏鬥。 所以,當時的英國行政當局,香港的現代化,包括公務員制度和行政機構現代化,實際上是1960年代才開始的。 在這以前,香港基本上是習慣化團體治理的地方,就是英國人和歐洲人有他們自己的習慣化團體,而香港整個社會的治理是處於放生狀態的。 香港有1830年以後,在歐洲興起的那種城市治理是1960年以後的事情。這種城市治理產生了我們現在所說的香港民族。 能夠成為香港民族人是1960年代以後的城市治理,包括學校和社區建設的產物。他們並不直接來自於1930年代以前的那批老香港人。這個也跟海灣地區不一樣。 海灣地區的那些商團和部落酋長,他們的歷史往往可以根支到奧斯曼帝國以前的部落時代。有很多像薩巴赫家屬這樣的人,以及跟他作對和聯盟的那些伊朗商團,他們的歷史比奧斯曼帝國入侵阿拉伯世界的歷史更長。 如果換到遠東的話,他們實際上是大明朝的時候就已經住在香港。但是現在的香港人是1960年以後才產生出來的,他們的根基不深。 他們要跟中東對比的話,他們對比的是經常被薩巴赫家屬剪散那個異費、產生那個異費的醫生律師那些中產階級。 這個中產階級也是在1960年以後,因美資本和石油工業產生了大城市以後,作為大城市附帶產品的中產階級服務性人員。 這批人員在原有的部落結構和教團結構當中沒有地位,他們沒有家事背景。 1960年以前,他們不是任何一幫武士或者是教長或者是釋迦的後裔,只能認為他們是默默無問的平民家族的後代。 他們的依據就是,在現代化城市中間贏得了中產階級的地位,還讀了幾本西洋書。 他們是不斷地遭著薩巴赫家屠和寡頭政體的鎮壓的。 香港現在的市民階級的主體也就是這一批人,所以他們的階級地位不能跟卡塔爾和科威特的那些王室和教團相比,只能跟那些王室和教團不斷鎮壓的中產階級的時候相比。 而且,他們還遇上共產黨。如果統治香港的是馬來西亞的王室和馬哈蒂爾這種人,他們的處境就跟科威特的那些中產階級一樣了。 但是,因為共產黨比馬哈蒂爾要壞得多,所以他們的處境又比這些人更惡劣了一層。 這個整個格局是由長期的歷史積分造成的。就像是沒有任何人是平地上起來的,你的祖先對你的發言權比你要大得多。 另一個華盛頓的將來,他的家父是很明顯的。他爺爺的爸爸是英國商船的二父。該商船並不是去弗吉尼亞的,但是經過弗吉尼亞補充物資的時候,他老人家下船完了一下,而且很有冒險精神地覺得這地方挺不錯,而且還愛上了當地一個地主的女兒,於是他就跑當地定居了,不在商船上混了。 而他老人家的爸爸是英國一個叫做劳倫塞什麽地方的教區牧師,是克倫威爾時代寶王黨在當地的地方幹手。 也就是說,他們的祖先在來到美國以前已經是紳士了,然後他來到弗吉尼亞以後又跟當地的大地主結婚,然後又變成本地的大地主,然後在以後的戰爭和開放活動中始終是當地的精英監獄。 早在美國獨立大陸會議召開以前,康恩的家族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他們不是平地起來的。有這樣的基礎才有弗吉尼亞王朝,而沒有弗吉尼亞是沒有美國的。 而東亞社會向來是根基極前,就是說,東亞社會真正能夠吹牛皮,按照民族發明學的方式、發明出來的家族追悼的任何年代都有,但是真正靠得住的家族一般來說到明朝家庭年代為止。 就是說,袁末明初那一場大戰,擾亂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前的家族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最老的家族頂多是到這個時代。 現代中產階級崛起的時間都很短暫,儘管他們可以把所有民主國家都說是一樣的,但是實際上民主國家是貴族紳士和資產階級分泉的產物,它背後有巨大的歷史積分在,而香港中產階級整個的歷史積分都非常短。 他們大部分應該是來自於1960年代以前的窮人,甚至是1960年代並不住在香港,是1960年以後才移民到香港來的。 根基都很短,他們的好處就是他們的對手也同樣是根基很短。大家依靠的歷史積分都是非常短暫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其實非常需要外國太上皇的保護。而你這個外國太上皇在西方的地位又趕不上拉卡曼清王和馬來王公和約旦國王那些經營已久,長期有上百年歷史的關係,所以根基也還是很淺。 當然,共產黨也會在西方頂相應的活動,這是白區黨的工作之一。在這一方面,紅區黨又是他們的朋友了。紅區黨搞垮了白區黨以後,他們就在西方就能占優勢。 因為他們在西方的根基雖然不深,但是白區黨的根基也不深,而他們至少沒有紅區黨在搗亂。紅區黨如果把白區黨搞垮了,就會發生了對他們很有利的效果。 他們可以像立陶宛人一樣,完全佔據西方的主場。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他們發明出一套歷史來,那就是正版的歷史。紅區黨搞出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幾乎會沒有人知道。 如果白區黨還在的話,那麼事情就不大好辦。這就是他們面對的基本格局。 但是要讓紅區黨得勝,他們又跟臺灣不一樣,紅區黨得勝對臺灣是有百利無一弊的。但是紅區黨得勝的話會給香港造成紅區黨的傷害,但是不經過這個傷害的話,香港沒有辦法建國。 主持人物資源,阿姨,您剛才說的太上皇。對臺灣來說,最好的狀況當然是法統由日本繼承,而太上皇用美國來擋。那對香港跟巴蜀利亞最好的狀況是怎麼樣? 香港跟巴蜀不一样,香港是有中赌国的,它随便组织一个流亡政府都可以藏起存在。巴蜀利亚的流亡政府是若有若不的,因为它所依赖的法统,也就是过去1920年代那些军阀的继承人,这些人不像是香港人,在西方人口找到可靠的支持者。 所以它不能指望支持者,能够有存在的余地就差不多了。这个跟满洲国不一样,满洲国可以找到支持者,而大蜀民国只要能够有容身之地就不错了,这又是中赌国和殖民地的阶级差异。 大蜀民国能够依赖的只能是叙利亚式的军阀战争,除此之外别无依靠。 唯一的好处,如果这也还能算好处的话,就是你非常清楚面前没有别的路,只能这么做,所以你不用有什么犹豫,一切道路都是非常清楚的。 香港的问题就是在于,香港的民小和建国的路线人家是冲突的,而大蜀墨的群众运动是在两者边界模糊的情况下展开的。 要建国成功,还需要使香港社会本身受到的重大打击,使民小的路线完全绝望为止。这个展开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利益净损失。 不经过这个利益净损失,后面的事情是不可能开始的。而对于大蜀民国来说,没有这个利益净损失的问题,你本来就已经输光了,对不对?你在1935年就已经输光了,所以剩下的事情无论怎么样,你都只有赚的可能性而没有输的可能性。 OK,谢谢阿姨,那我们今天访谈到这边结束,谢谢你,下礼拜再见。